快点走 我的快点 我说 你不吃读书的苦 就要吃生活的苦 11岁了 剩下两个月 她妈妈就离家吃的 我一直忙于事业 没什么时间陪她 当年因为我女儿在学校 老师给我反应 她不想读书 然后跟老师盯嘴 搞得好样 全世界都在针对她 既然回家不选择读书的话 我就带你去体验一下生活 让她晒了4个小时 脸都晒红了 晒头皮了 心疼爷爷忍着 我就是让她提高这个认知度 不吃读书的苦 就会吃这个生活的苦 女孩子必须要富养 富养并不是说物质上的富养 其实最大的就是 三观要正在精神上的那种富养 最好的她自己给我说 还是选择读书